西蒙政府今天主办62周年国庆日游行 一共有超过30万人前往布城共襄胜举 今年除了是西蒙政府入驻布城后的第二个国庆日 也是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登基后的第一个国庆日 没错 今早参与国庆庆典游行的队伍人数超过14000人 分成多支队伍顺序进场 现场许多民众穿上国旗主题服装高举国旗 站在大广场两旁欣赏精彩的游行表演 我们现在就到现场感受一下热闹气氛 看到标志性的红色宝藤赛加登场 就知道是首相敦马哈迪已经到场了 敦马劳当义壮在国庆庆典开始前 亲自驾车进入广场 敦马到场不久紧接着最高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和元首后东姑阿兹沙也乘坐皇家车队缓缓入场 检阅仪仗队后大会奏起国歌 同时由皇家炮兵团发射14响礼炮 为庆典掀开序幕 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重头戏了 今年来自公共服务 关联公司 私人界和国防部队 一共有将近一万五千人参与庆典游行 场面非常盛大 而最能体现我国多元种族精神的就是这场表演了 平时默默耕耘的公务员也在今天成为全场焦点 肖整员 国防部队 警员也依序进场 期间还向在场的民众挥手打招呼 而民众也纷纷挥手回应 气氛欢腾 此外国防部也展示鲜少露面的军备和战斗机 让在场的民众大开眼界 就连援手后也非常兴奋 拿起手机将这一刻拍下 最后再由本地著名乐团Bound Face 送上一首Kita Bunya Malaysia 把现场情绪推上最高点 全场随着节奏挥舞着手上的辉煌条纹 在这里也祝福马来西亚 国泰民安 MTV 余伟健 采访报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